來看 台中市的青年高中 這個亞洲科學是很出名 有賣很幸運的人 都是 帶這間學校 北空年代 這裡有很多幸福電影 在這裡拍片 不過最近聽說 學校方比是欠缺地價稅 一些土地就要讓他拍賣 有家長跟學生煩惱說 學校是不是財務有問題 可能影響到他們的環境 學校說 要讓他拍賣用的 是需要的土地做的 因為地主欠缺地價稅 才會讓他拍賣 現在要順著法律的方法 將這塊地的加倍回來 電影在永遠 永存的最高條件 高級很多人在學校的會議 這是八零年代 晉昂的校園電影 出境的學校就是台中 代理的青年高中 不過最近所傳出好的 可能比打賣 美鳥還是聽到這個消息 表示是很煩惱 還是會有點難受嗎 之前假如學費都不能脫離就是 我會覺得有點難過 不能 一直不能念書 青年高中是以影響科系 為主的中學高中 如果過期末出了很多 演技改進書 在八年以來的校園電影 也很多出現在電視 那些是校園電影的中間 不然就不會對校園印象很親 在團主看的比法拍 就是這地超常用地 佔地九千倍 因爲所有款所以他需要地主 好 表示跟地主簽約來簽作 不想地主因爲沒有六地價值 比法映那種地價六地來打賣 好 重新這是因爲十多年前 先古今當時高才是說散線的求婚 就能想辦法來處理 那是地主 我們跟他承租的地主 沒有繳地價稅 那我們本來是簽約是幾十年 我跟你租這個土地是幾十年的 那這中間你如果沒有繳地價稅 變成 好好表示現在已經變了一瞬 就能把土地分配買回 也強調財務運作一切進行 不過學生最希望的 還是自己的管理不要受到影響 記者 台中綜合報道